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确保台湾国土的永续发展 同时在县市国土计划审查完成之前 检视地方国土计划的合理性 时代力量部分区立委陈淑华 特别举办了宜花东国土计划座谈会 除了邀请内政部说明国土计划的内容 也要听取地方的意见 作为国土计划政策订定的参考 国土计划法110年即将公告施行 其中县市政府提报的地方发展计划 在今年底要完成送审 为了检视各县市国土计划的合理性 时代力量部分区的立委陈淑华 特别举办县市国土计划座谈会 东部厂18号在花莲举行 在还没定稿之前 我会邀我们各地方党部 还有各地区的环保团体大家来关心 那他们有提出不同的意见 尤其现在我们已经深入到各县市了 所以他们都会提出各县市重要的这个主题 来让来座谈会来提出 然后我们也邀请政府部门 还有各地方县市政府的相关主管单位 那他们就会听见这个意见 那有机会就会放到订稿里面 我们在之前的分区座谈 然后这一次东区我们也发现 有一些县市的废弃物处理 它是没有写得很清楚的 或者是水资源是不是足够 会不会污染水资源 或者是一些观光景点的开发 是不是有注意到 是不是要做更严谨的评估 是不是该做政策环品 所以我们都会在座谈会里面提出来 周期这场座谈会的包括了 内政部营建署 宜兰县政府代表 时代力量宜兰县党部的主委 还有宜花东地区 关注国土安全议题的团体人士 发言的民众表示 要为未来的建设发展做把关 现在整个国家在凝聚全国的国土计划法 那我们关注的是说 在花莲这个地方 我们县政府的国土计划 是否符合国土计划里面的分区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些重大的产业进来 那县政府现在在做国土计划 有没有符合我们分区使用 土地的边 那个地方有没有符合我们分区 使用的一些规范 这是我们关注的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它是在110年要完成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透过更多的民众参与 大家把我们关注的议题提出来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民众不断的提出他们的看法 让我们国土计划更加完整 立委陈淑华表是 国土计划是否也应该要先做政策环评 不要让建设完成之后才发现不良的后遗症 或者是永久性的伤害 因此透过巡回座谈会的举办 要多广纳民间的意见 为国土计划建制最后防线 最后会欢迎是报道 就算是要在汇集上 噶 那么多广内应该是因为 发现不关注的 因为我们主要帮助 我们在汇集上 比如说 尽快安 那么多广内应该是